其实我觉得就是细胞因子 它现在有两大应用趋势啦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美容保养端 可以发觉它说它提升我们肌肤这个 再生啊 然后抗老啊 修复的能力特别好 其实这也是源自于干细胞的上阿理论啊 修复取代再生这样子 所以它可以修复我们可能快要老废的细胞 然后呢让我们一些老废细胞 是不是都对积 积在我们的角质层 让我们看起来暗沉 它可以去逐 然后用新的细胞去取代它 然后就让我们肌肤里面 原本要老化的这个细胞再生这样子 那再刚刚提到的是美容端的 那另一个方向呢 另一个方向就是在保养保健端 那其实随着就是我们最近有很多的 不管是空污的议题啊 甚至是COVID-19等等啊 大家都发觉上呼吸道的保养很重要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发觉现在可能是因为空气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过敏性的体质 还有因为我们吃很多的精致食物 很多小孩都有这个问题 甚至我很多的朋友也都有这个问题 对它长得漂漂亮的 可是每到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 它鼻子一定要塞卫生纸 对那所以它皮肤很美 但是黑眼圈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深 然后后来我自己才知道 原来那跟过敏性鼻炎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所以其实现在在临床研究上发觉 就是说细胞因子因为它分子够小 那它藉由这个吸入的方式 直接呢经过这个鼻黏膜 甚至是用口腔吸入的时候 它对于这些过敏性鼻炎啊 甚至气喘等等的调节效果非常的好 对那目前临床上也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案例这样子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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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